AA的部分其实也很简单 AA的部分其实就是上面一张图 然后并且它这个地方有序 第一个背景的颜色 背景这个很容易 背景的色彩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白色 123456按确定 背景的颜色根本不用调整 那网页内插入一张图 就是这一张05 0305 并且把它置中 它要我们置中 接下来的话呢 到底下的部分要输入文字 这个文字部分呢 我们就是 底下 它要我们图片下方 输入如下的文字 大小3 标凯体 出体 斜体 那这个地方的话 每一个字一分 所以你这里的话呢 必须要自己打字 所以这地方的话就是 阳明山国家公园 这里的话我们稍微偷揽一下 阳明山 第一个是 阳明山国家公园 AA 这个部分的话我偷揽一下 我就把它 从这边先拿来用 那你会发现跟旧的题目有点不太一样 旧的题目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方输入之后的话 设定标凯体 所以这里的话选择标凯体 3然后写体 然后要不要出体 要出体 那颜色的话呢 就是 这个地方颜色也要改 颜色是 00FF 按确定 那这样就完成 再来的话呢 底下要回首页 并且回到main 那这里很简单 选取 输入文字选取超连接 连接到main的部分 main的部分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它这个要在main的框架中显示 main的框架中显示 点进去 那其实就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目标框架就不用再选了 因为是预设就同样一个框架 然后把它储存 接下来的话BB BB的话呢 颜色不用动 因为预设就是白色的 然后呢 将这个06这一张 跟07这一张怎么样 以上下并列 水平至中对齐 可以制作成0314 那宽340 高280 所以这一张其实就是要做缝图的动作 也就是这两张要变成一张 这两张要变成一张的话呢 现在是两张分开来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两张合在一起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用那个photoimpact 来做就好了 那做法第一个就是要开一个新的 新的图档 那把两张放进来就可以了 这地方的话呢 开启 新增 新影像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开一个 这个使用者制定的话 宽度就是 340按照它的需要 然后呢 280按确定就好了 这一张就是我们最后 那再把那两张加进来 那两张要怎么样加进来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 这个开启的方式 把那两张再开启 那它是拿两张呢 06跟07这一张 跟这一张 那开启 开启以后呢 我要怎么样把它丢过来 其实很简单 右键全选移过来就好了 右键全选移过来就好了 然后把位置 它这个地方 就把这两张 然后要怎么样呢 以上下并列水平 置中方式制作 所以 这个还要怎么样 置中 那怎么样置中 其实在photoimpact里面的置中呢 它是在物件里面 物件里面有一个叫做对齐方式 这边有一个叫做水平置中 它的位置跟那个 Photoimpact 跟那个frontpage 或者word也是有不太一样 在物件里面对齐水平置中这里 把它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 这张图也是一样 再来这张图也是一样 把它放下来一点点 这个放上去一点 那物件里面的 也是水平置中 这有点怪怪 正常是不会跳出那个记忆体不足的问题 好了 以后把它另存新档 那名称就叫什么呢 0314 特别注意存档类型呢 一定要是什么呢 JPG 特别注意 JPG这个 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以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这两张删掉 然后把那个0314 把它怎么样 拖拉过来 0314.JPG 这一张 这个是GIF 我看一下 是不是又存错位置 另存新档 存到Web01去了 所以难怪找不到 image10314存档 好那这一张的话就完成了 完成我看一下 0314 减4重新整理 好那这样的话就有这张图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一张图完成之后呢 它要在下面 汇入这个文字 文字就03 03的这一些字 你就可以用 所谓的插入档案就可以了 这边有个所谓的 插入档案 那档案的部分就在那个C底下 找到Web03的 应该是homepage 这边找的话是所有档案 0303的这个档 然后确定就好了 字就过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 字大小是12 并且要水平 字左对齐 就是靠左对齐 很奇怪的一个 然后呢 下面就是回首页 所以你这个地方 当然偷懒一点 可以从这个地方复制 这个地方贴上去就好了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 这个 这个 这个BB 那再来的话CC CC的部分的话背景不用改 因为它本身就是白色 然后上面的话呢放03 04 0304 然后呢水平置中 所以置中就可以了 好那下方的话 汇入这个 那个那个文字插入档案好了 这地方 档案的部分 直接就插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这个地方 字的部分把它选取 12号字 大概 如果没有讲的话 应该都3号字 然后也是靠左对齐 然后回首页 下面的话回首页 所以你直接把它回首页就好了 再来滴滴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类似 这个拖拉过来 自中 应该是自中吧 然后字的话呢 也是一样 插入 那个 这地方 插入档案 然后03 01 按开启 这样的话就 再把字把它改成 12号字 然后回首页下面就 也是一样 直接回首页 然后 字的话 预设都是3号字 字中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然后最后评分后 将制作完成的结果 备份到随身碟当中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